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上任后首场国情资文演说 碰上乌俄危机罕见的一开头就聚焦外交议题 花了整整20分钟在谴责俄罗斯总统普廷 未受挑衅就预谋对乌克兰发动入侵 宣布美国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并放话将继续冻结俄罗斯寡头的不义之才 根据官员透露 乌俄情势顺喜万变 拜登不断地修改演讲稿到最后一刻 要向普廷传达最严厉的警告 首场国情资文就碰上了乌俄危机 拜登用了整整20分钟的篇幅 要普廷接招 普廷想要把自由世界的根本 想到他能够弄到他的狠狠的方法 但他犯了错评论 我预告我们会参加我们的友谊 宣布跟进欧盟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还要用不断加码的经济制裁 让支持普廷的俄国寡头付出代价 乌克兰罕见成为演说的主轴 第一夫人吉尔身穿蓝色 巧妙呼应乌克兰的国旗 抱着乌克兰驻美大使表达最温暖的支持 赞扬乌克兰奋勇抗敌 拜登仍然排除出兵 但将继续送武器和物资到前线 只是全球这场民主与独裁的漫长对战 怎么打 转交到内政 拜登宣布释出三千万桶战备除油 舒缓油价压力 疫情降温 美国现在却开始感受到海外战火 对自家的冲击 张立的名义